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以签署法案禁止美国政府部门使用卡巴斯基实验室Kaspersky Lab软件,并限期一个月从联邦机构的网络上移除这类产品,因为担心后者容易受到克里姆林工的影响。 周二、12月12日,川普签署参议院通过的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其中包括加强9月份川普政府发布的行政令。 民主党参议员沙欣Gian Shein一直呼吁国会从政府部门中清除卡巴斯基实验室软件,他认为后者让美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风险,他说反对卡巴斯基的案子是有据可查,令人深度关切的。 早在9月,美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指出,移除行动是基于使用卡巴斯基的产品给联邦信息系统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因为担心卡巴斯基实验室与俄国情报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俄罗斯法律规定允许其情报机构请求或强迫卡巴斯基实验室提供协助,并有权拦截俄罗斯网络。 上的通信 11月中旬,国土安全部助理曼夫拉、Jenet Manfra告诉国会在9月禁令实施之前,有15%的联邦机构电脑装有卡巴斯基实验室软件。 这些机构大多数没有直接购买卡巴斯基产品,但是作为数字保护服务的一部分,卡巴斯基实验室产品被包括在内。 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土安全部高级网络安全官员克雷布斯、Christopher Krabs告诉媒体,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已经根据9月的行政令从网络上移除了卡巴斯基产品。 卡巴斯基实验室是全球杀毒软件公司之一。 成立于1997年,目前全球客户数超过4亿,其总部位于俄罗斯,但该公司一直否认公司跟俄罗斯政府有关,并表示不会帮助政府进行网络间谍活动。 为了消除疑虑,该公司曾表示10月可提交软件员代码以及未来更新补丁给第三方检查。 当时美国政府官员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克雷布斯在周二表示,卡巴斯基公司在行动上并没有提供让美国政府改变评估结果的信息。 上周,卡巴斯基实验室宣布将关闭华盛顿办公室。 对卡巴斯基实验室来说,美国政府这一决定带来的直接财务影响可能很小。 根据美国联邦合同数据库的资料显示,对卡巴斯基实验室产品的采购费用只有数十万美元,但美国此, 举弱引发其他国家效仿,结果将有所不同。